接下来的距离走偷偷单元 带您认识内湖区的安湖里 民国91年从内湖区东湖里划分出来的安湖里 尽管面积狭小 不过却拥有9000多的人口 游书旺里长从92年担任里长至今 希望将安湖里建设为模范社区 上任后立即成立守望乡驻队 并且24小时分派男女子组进行礼上的巡逻 也因此连续三年获得特优评鉴的最高荣誉 白天就是由我们女子巡逻队巡逻 晚上就是由我们男子巡逻队巡逻 后来我们把我们人影扩充到将近60位 这其中也有退休的警官 还有学校的老师 这些都是我们巡逻队的就是很棒的成员 安湖里人口多 尽管辖区内没有学校 不过却是双学区 为让学童能安全地上下学 游里长规划成立爱心走廊 并且号召店家与志工一起守护学童安全 也获得社区民众的肯定 因为面临了又接着两个学校 就是东湖国小跟明湖国小 没有学校再做一些就是那个引导 所以当初我们就说 那我们是透过学校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义工 然后来规划一条就是爱心走廊 让学生在上下学 如果有遇到就是需要帮忙的 他们可以就近到上下去寻求协助 安湖里人口密集 民众最期盼的就是能够拥有休闲场所 近年来在游里长不断的争取下 终于敲定区民活动中心的兴建 让里民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大家也知道东湖的人口是越来越多 越密集 可是休闲的地方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这一点市政府市长他也看到了 所以说他也特别交代说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好好的规划 多年从商的游里长 利用精打细算的方式 替里民争取相当多的福利 并且拥有坚强的职工团队 替里民从事全方位的服务 游里长的热心工艺 也因此获得今年度魅政部颁发的 基优里长殊荣 值得其他邻里仿效与学习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